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您好 我是简直豪 资源回收桶里面的瓶瓶罐罐能够再利用 但是你可以想象 回收塑胶废弃物重置之后 居然是可以变成大马路吗 不但增加了路面的耐用度呢 而且还比传统的沥青铺陈的道路更环保 这种塑胶柏油最大的优势 是能够大量减少垃圾 如果用原来的方式比较 10吨沥青只能泼设90平方公尺的路面 而且当中所含的塑胶量却非常惊人 换算一下 几乎等于制造了43.5万的一次性塑胶带 或7万个宝特瓶 欧洲国家陆续开始有回收道路的观念 全球第一条100%回收道路 于2018年9月已经在法国开通了 这短短一条一公里长的道路 却花费近两年的工程时间 因为这条回收道路的铺设原料 几乎全都是废弃物 包括废弃柏油 菜市场的废弃沙图等 把这些资源重新再利用 甚至在预计铺设的规划道路上 直接混合制作原料 大大节省了运输成本 碳足迹也减少了50%以上 就是为了环境保护的理由 想到了塑胶柏油的点子 是英国公司麦克里布的CEO Tobi McCartney 他与研究团队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制造了MR6粘着剂 这种物质的粘着度 比力轻索使用的原料更强 像用了强力胶 让铺路的原料紧紧结合在一起 也因此让路面更强壮耐用 当然塑胶白油还是有一点限制的 因为并非所有塑胶都来重复利用 变成铺路材料 所以挑选回收物时也有一套标准 传统沥青在铺设的时候 必须经过一定的加温融化 同样的塑胶白油所使用的塑胶 也必须加热到可塑形的状态 他们把回收的塑胶处理过后 取代沥青所需的粘着剂 冷却之后 耐用度比传统沥青提升了60%的强度 因为塑胶的可塑性同时让路面更不容易归裂 这种塑胶白油还有一个优点 前面所说的MR系列产品 可以完全把塑胶颗粒的形态破坏 再造成新形态的塑胶白油 所以就算常年累月 风吹雨淋日晒 这里回收道路也不会融出任何塑胶残留毒素 除此之外 使用寿命长可以维持长达半世纪之久 重量也只有传统沥青道路的25% 就算提早毁坏了 整段换掉 维修都更快速简单 更重要的是 换下来的旧塑胶白油还能回收再造新路 目前麦克里布这项半塑胶道路 除了可运用在城市中的马路之外 还可运用在机场跑道上等等 而这项技术已经遍布英国各地 并即将进军澳洲 杜拜和美国 中天中望 整理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感谢